新闻头条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关心高雄市民要如何才能够有舒适 而且负担得起的房子居住 高市议员蔡金燕 监视局古山区爱河滨商城为例 呼吁市府应该尽快帮这批住宅 办理小型都更 让当地住户能够有更好的居住环境 不过都发局表示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卡在部分住户 对于都更没有正确的观念 不愿花部分的金额翻修房子 因此才一直无法进行整体的重建 民国60年代新建的古山区爱河滨商城 经历岁月的洗练 外观已经看得出来相当老旧 就是因为建筑物本身 还有周遭环境都不是那么优质 再加上里头到现在还有300多户住宅 让市议员蔡金燕要为当地住户发声 希望市府能尽快为其办理小型都更 古山区爱河滨商城 这个就在古炎国小的南边 我想这个案例 我们有一些同仁有提到过 那我不知道说局长您对这样的一个看法 对这样的一个地方 假使要做都更 有没有什么契机 要不然刚刚讲的 你光你的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需求 30%分一分 这不可能再盖上去了 自己要出一些钱 要出钱是做得到 但出钱他一时没办法还 所以应该要有融资的概念 就是说他是借了一笔钱 来把它整个改后慢慢 其实这些都政府可以做的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里面有部分居民大概对这件事情 被误导过一些 就是说以为都更就是一瓶换一瓶都不用出钱 根据了解为古炎国小以南 河边界以西的爱河滨商城 面积有2900多坪 是一批地上五层 地下一层的老旧公寓建筑 都发局表示要办理都更没有太大问题 重点是部分居民对都更没有正确观念 无法达成共识 比如说他花了100 200万出来 那他花了15年慢慢在贪还 他可以有一个20几坪的房子 一定做得到 这种房子60年到现在 也许到10年数年后真的得改建 他一定要走到这一步 早一点做是比较好了 都发局强调会在尽力与当地居民沟通 让大家能有共识 愿意自己出资一部分 然后进行整体建筑物的翻新 届时不只能住得舒适 也能更安全 港东新闻吕宗益夏秋卒采访报导